国民党中常会15日决议2020大选以全民调方式纳入主被动参选人 该办法相对来说对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较不利 王在中常会后也表示无法接受该决议 对于初选结果若不如预期是否将拖党参选 他16日受访表示 现在还不是时机 对于王金平的反对 国民党中央也响应希望他相认为党 王金平对此表示 他认为说台湾在去年九合一选举最大党就是反对民进党 但现在国民党自己做了很多不值得信任的这些政策 那小心大家会忧虑台湾最大党 就是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形成讨厌国民党 所以他呼吁国民党还是要再三思 国民党也表示 若党要因人设施的话 一开始就征兆就好了 目前定案的特别办法已经是中常委做过努力的决定 王金平不以为然表示 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 对于近日内阁制成为内谈讨论焦点 王金平说 内阁制这是他一向主张的 那从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就任以后 他不断提出 当时马英九邀请所有国民党籍的立委 告知不要现在提出来 以后他任内一定会提出 结果马任内没有提出内阁制 王金平表示 他认为内阁制才是台湾应该最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向 内阁制是做到权责相符 但现在要修宪很困难 大家有意思要修的话 只有我来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一定能够设法要求朝野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立法院能够有这个修宪案通过的话 还要再全民公投一次 所以这个方面实在是难度蛮高的 但是只要全民有共识 我当台湾地区领导人一定会有信心 加以在立法院通过 通过以后再交给全台民众来复决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